接下来看这样的场面 作家李敖遇上了前国策顾问金美玲 这两个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由台湾性节目就首次安排了两个人同台 果然火药味十足 光是两个人要用国语还是用台语对谈 就一路唇枪舌战 甚至也扯上了国籍 以及未安妇邀日本道歉等等话题 但最后呢李敖就丢下了一句 我要去小便就扯下了麦克风 接下来的片段还真的就没有再看到他出现了 两位的对谈呢我想也是台湾电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了 真的是史上头一招李敖汉金美玲同台对讲 你听不懂台语吗 世界语言学上啊 对不起没有台湾话三个字 是闽南话 闽南话全世界呢有五千六百万人讲闽南话 我们台湾的同胞全部讲闽南话 包括我也是两千三百万人 你也讲过 你听我讲完 还有三千三百万人 也讲闽南话 换句话说呢 在外面的妈妈的话比我们台湾的妈妈还多 大部分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南部 讲了匪区的话 讲了是他妈的话 我再能大家讲 普通话 或者讲日本话也可以 我的意思 不是不是不是 台湾话没有这个东西 你讲说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更多人在讲 所以你这样你这个道理就不对了 在开始就为了该讲国语还是台语杠上 一旁主持人只能帮忙缓甲 你今天也是领通话车马会干嘛讲那么多 那今天你是讲一下吗 不可以 因为你们这个 这个run out出来了 你们今天你们就摆我一道 38个问题里面 里面设定的问 基本已经35个问题 另外三个问题 还问我们两个共同的 对对对 我认为 李先生 对我非常的 不友好 没有 怎么问你对你不友好 所以我今天不把话讲出来 必须表时间卡得很紧 你要捡我的话就捡不掉了 大师 原本以为抛出两人都不认同 中华民国的共同点 可以缓和一下 没想到又引发新一波的战争 你不承认中华民国 为什么你接受了 陈水扁给你的国社顾问的聘书 那个是中华民国的 是的真的 我跟你讲我还有那个证本 他是说总统府国社顾问 他没有说中华民国 没有国家的总统府 哪里有这个总统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这个节目 那总之你要让一点 谁说第一次要让 谁说第一次 我第一次过牢的时候 有别人没有让我 果然烟消灰十足 金美玲顺势谈起 为何加入日本籍 这时静静聆听的李敖 又讲话了 好了 我要小编了 好 你可以走 谢谢你 这个宠言你 表达我给你 谢谢你 女史日本式的称呼 你就是这样子 这是5月5号 日本人是说 祝祝男孩子 他偷偷了我们的这个 灯午节 没有 他就是祝祝男孩子 给男孩的 男孩更可恶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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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就是有这个 我就退学了 那你们可以 我们可以好好谈 即使护证礼物 都可以唇枪舌战一番 最后尿顿李敖 去赶别的通告走了 留下主持人和金美玲 明日新闻综合不导